祝福大家 我今天的訊息講到末日審判是按照行為 這個訊息和其他訊息都是這本書我所寫的《輕鬆得勝》 裡面講到如何與神有傷害關係和處理生命中各樣的問題 包括情緒、失眠各樣的問題 如果你想得到的話 你可以遲些跟我太太在前面控制機器 就是我太太 Shirley 我們今天的訊息就是末日審判是按照行為 有很多人很驚訝這件事 為甚麼驚訝呢?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我們是悔改信耶穌得救 我們信耶穌得救不是靠行為得救 聖經很清楚說這件事 為甚麼審判是按照行為呢? 我會從聖經去向大家解釋的 大家可能聽過一個報道的方法 這個報道方法是怎樣呢? 就是你是不是肯定有一天你能夠上天堂? 可能你聽過 他的答案是甚麼呢? 如果神問你為甚麼我要讓你入天堂呢? 你會怎樣回答呢? 他的標準答案就是我信耶穌 不過這個答案並不準確 為甚麼並不準確呢? 因為有兩件事很重要 這條得救的方法是悔改信耶穌 但入天堂並不是 你發覺沒有經文說 他問過那些仆人 你有沒有信我? 那仆人說我信你 那你就可以進來 你發覺所有末日審判的經文 全部是按照行為的 那他得救是不是靠行為呢? 不是 永遠都不是 我們記實這種事 永遠得救不是靠行為 不過得救一定有行為的改變 一定有生命的改變 而到審判的時候 就不是說你有沒有信我 上到天堂 不是耶穌問你你有沒有信我 而是說你信了我之後 你有沒有跟從我有沒有遵從我 好了我們大家看看這個圖 這裡寫著說你天堂的時候 神會問我們怎樣可以進入天堂 得救的方法就是我真心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但得救的表現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們將來入天堂的時候 這些證據證明我們有真信耶穌 不是我們靠這些方法得救 而是真信耶穌就會有這些表現 有什麼表現呢? 就是我真的有悔改 我有信靠耶穌 我有親近神 有遵從神和侍奉神 證明我們得救 那侍奉 大家不要想著說 我要在教會正式有一個侍奉的崗位 不是一定的 無論我們什麼時候告訴人 耶穌多好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去幫助人 認識耶穌 祝福人 讓人看到耶穌的尾線 這些都是侍奉的 任何的方式 當我們榮耀神 就已經是侍奉的 每一個基督徒 他是真基督徒的時候 他必定會有生命的表現 有些人就會這樣說 那些臨死信耶穌的人 那他可不可以入天堂呢? 因為當他臨死的時候 他的表達就是 他真的說 我想耶穌救我 或者他說 有耶穌真是好 有天堂真是好 或者他心裡面說 神客 我很感謝你 我很想你拯救我 他已經有這個得救的表現 就是一定有得救的表現 這個表現可以就是 他真心的去額頭 我相信耶穌 在他心裡面流露出來的 這個表現就是他得救 就是說 這件事證明他真的有信耶穌 但是大家分清就是說 方法一定是悔過信耶穌 但是這個表現 當然在臨死的人的表現 是會少很多的 不過有些人都很不同的 我曾經為一個人祈禱 他是很嚴重的病 那麼他就 祈禱之後很舒服 醫生說他應該很痛苦的 要用孖啡針 但是在祈禱之後 他是很平安很舒服 他並且怎麼樣呢 他在臨死的幾天 他都叫那些子孫 你要信耶穌 他一向都是拜觀音信佛的 但是當他後來 知道耶穌這麼真 這麼好的時候 他願意丟下他的偶像 受洗 並且他告訴那些子孫 你要信耶穌 要信耶穌 耶穌是最好的 這個真的有很明顯的生命的表現 基督徒之中也有不同的等級 有些很明顯 他說耶穌真的好 感謝天父 見到人 他們就很想去見證耶穌 他們的生命 時時有耶穌的表現 這個是很清楚得救的表現 不是靠這些行為得救 是信耶穌得救 不過他一定會有這個清楚的行為的改變 有些基督徒可以說是比較marginal 即是邊緣 邊緣怎樣呢 他對耶穌的心是很弱的 如果他對耶穌的心是靈 完全靈的沒有心的 即是說他信耶穌 我曾經有些人跟他聊的時候 他說我受了洗的了 你說的耶穌我聽過了 是沒有興趣去了解的時候 如果他完全是靈的時候 這個人是可以不得救 他就算說過信耶穌 和他受過洗 但因為他完全是 只是一個表面的功夫 完全的心裡面 沒有一個依靠耶穌的心的時候 他是可以不得救 好了 有些就浮沉 即是說 好像有時候又信一下 又信得很弱 又經常懷疑 那這些人是不是得救呢 我們不可以判斷 但是呢 他的表現的確是很弱 很弱的表現有什麼後果呢 可以 一軟弱的時候 哇 因為 信耶穌受迫白 可能他馬上否認耶穌 或者其他原因的時候 他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所以我們呢 如果你是屬於那些 邊緣那些 不是很清楚 很肯定跟從耶穌 我希望大家很清楚肯定耶穌 因為這件事是牽涉到我們永恆的住處 也是今生的祝福 為什麼呢 如果有耶穌 我們一生人 神會帶領我們保守我們 還有呢 我們永遠在天堂裡面是非常好的 但是永遠在地獄 真的有地獄的 是很慘的 有些人曾經 死過短暫去過天堂 有些也去過地獄 他回來的時候說 你一定要信耶穌 因為天堂真是極之美好的 並且我們這次主要是說什麼呢 就是我們信耶穌 一定有這個生命的表現 下面這裡說到就是 下面兩個經文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就是說他信耶穌 但是完全沒有改變 他犯罪啊 他罵人啊 得罪人啊 甚至偷錢 犯奸淫 他不覺得有罪 的時候呢 他的信心是死的 死的信心是不可以得救的 還有呢 聖經講到 以後福音五章二十九節 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惡的復活定罪 這個行善呢 就不是說到 他起橋捉路啊 有些公益的事呢 他有參與啊 聖經所講的行善是榮耀神 我們的生命 被人看到耶穌的美善 活出基督徒的樣色 也都會去幫助人去信耶穌 去認識耶穌 這個聖經所講的行善 是跟神的華語有關的 跟聖經有關的 好了 我們有一個教義 就是恩信清義 也都稱為直信清義 因為呢 是直著信耶穌而 清義 這個是真理來的 是最重要的真理 全滿聖經 就是直著信耶穌得救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很肯定 我悔改 我祝實耶穌 耶穌 你赦免我罪 我們一定得救 這個是恩信清義 或者直信清義的這個教義 是最重要的教義 不過 這個不是唯一的教義 因為有些人就以為 這個是唯一的教義 你跟他講關於耶穌 我信了 他以為我信就可以 信都有很多種程度的信 怎麼信呢 大家信不信有澳洲 信不信有美洲 你信吧 不過跟我們生活沒有什麼關係 有些人信耶穌就說 我有個耶穌 我信有個耶穌 但是跟生活沒有關係 這種的信心 不是聖經所講的信心 聖經所講的信心 是信靠的 我形容怎麼樣 好像一個人快要淹死了 有個人伸手抓他 他會不會說 我先想想 我抓不抓你的手 會不會這樣 他不會的 他立刻拿緊那隻手 他直接是拉緊它 因為要靠他 他才可以生存 同樣我們信靠耶穌就是 耶穌啊 你真是全能的真神 你可以拯救我們 將永生賜給我們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直信清義是真理 不過呢 當我們信靠耶穌得救之後 一定有生命的表現 所以他不是唯一的真理 所以有一和二 一是什麼呢 恩信清義 或者直信清義是八得救 第二呢 就是信心必定產生與主的關係 和生命的果子 什麼叫與主的關係 就是你和神有生命的關係 祂是你的救主 祂是和你有生命的關係的 你的心裡面依靠祂的 你要靠著祂的 好像個小朋友 他會靠父母 他不記得父母會很害怕 他會很想見到父母 父母離開一段長的時間 他會很擔心很害怕 我們都會這樣 拔著耶穌 不代表我們害怕 而是說我時事 我信靠耶穌 耶穌是我生命的主 所以和祂有關係 和有生命的果子 第二行 建主的時候 神不單問我們有沒有信主 神都問我們的生命 你和我有沒有關係 你有沒有遵從我的吩咐 你有沒有生命的果子 說不到後書五章十節 大家可以一起讀一下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 叫各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惡受報 就是我們個個都要在基督台前顯露 這個經文是一個審判的經文 那說什麼呢 或善或惡 不是說你有沒有信 不是有沒有信受報 而是你的生命 你是因為耶穌的緣故 有善良的表現 還是你是邪惡的 有些人說我不是邪惡 我沒有殺人放火 聖經所說的那種惡 不是一定是這些 而是說我們心裡的自私 貪心 我們看小人會傷害人 說謊話說閒話 心裡面有怨恨 不饒恕人 這些都是罪來的 在神的眼中 因為神是絕對聖結 所以當一個人有罪不悔的時候 他是來不了神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真是藉著信耶穌得救 不過信耶穌必然有生命的果子 好了 第一要點就是得救 是來自白白的恩典 主耶穌代替我們受罪的懲罰 這個是白白的恩典來的 得救是本乎恩和藉著信 我們一起讀《以乎所書》二章八節開始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恩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 唯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唸到這個金句 這個說什麼呢 我們得救是本乎恩 出自恩典 然後原文其實是藉著信 為什麼藉著信呢 即是藉著信的方法 因著信的翻譯有什麼不好呢 他英文翻譯就是 We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是得救是本乎神的救恩 藉著信耶穌 藉著信耶穌和恩著信耶穌是有分別的 那是恩由 藉著是藉著這個方法 我用一個比喻 譬如有一個人餓到就死了 沒有東西吃 很慘很慘 很餓很餓 有一個人給他東西吃 於是他可以生存 有人問他 為什麼你現在沒事了 他會正常地說 因為有一個人把食物給我 他不會說 因為我吃那些食物 因為我這個吃的食物只是一個 藉著的方法 或者我用另一個比喻 就是有一個人差不多浸死了 他差不多浸死了 然後有一個人救他 救他的時候 救了之後有人問 你最先好像在水那裡很掙扎 他說 是啊 我差不多浸死了 不過呢 感謝主 有一個人救了我出來 他救了就是有人救他 好了 他會不會誇耀 不過幸好呢 我又肯捉住他的手 所以我就上回來 他不會誇耀這件事 因為他捉住的手 只是一個方法 不是他可以誇耀 不是他能夠救回的原因 譬如沒有人救他 他自己的手拿來拿去都沒有用 是因為這個人救他 他捉住他的手 只是一個方法 所以那個恩由不是他捉住他的手 那個恩由是這個人去救他 同樣我們得救 是因為耶穌救我們 信只是我們握住他的手 信靠他 我們可以得救 所以是藉著信 藉著這個方法 是無可誇之處的 我們不可以誇耀我信了耶穌 一個人快要淹死 他會誇耀我 我真的好了 我又肯捉住他的手 他不可以誇耀這件事 他只能誇耀什麼呢 那個人肯救我 同樣我們得救 這裏看的經文 得救是本乎因 直著信耶穌 不是出於自己 很清楚 不是靠我們 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的 牧師都不行的 我們一樣犯了很多罪 就算現在 我們的心裏都有不完美 我們不會有完美的愛 我們不會有完美的關心 我們心中有時都會浮現一些不好的意念 但我立刻處理 但不代表我是完美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我們不是靠自己得救 那是神所賜的禮物 是神給我們 所以我們每天都多謝天父 你救我 叫我能夠永遠在天堂 也都不是出於行為 不是我們做得多好 我們永遠做不夠好的 聖經說什麼呢 我們的義好像污衛的衣償 就是我們做了好事 為什麼 什麼叫污衛的衣償呢 很簡單 譬如 你家裏有老人家 你照顧他 他就經常下飯 經常很順盡 你做了食物 他就掉到地上 那你就幫他 不過心裏面會怎麼想呢 他真的順盡了 幫都幫得這麼難 這麼難搞 有沒有搞錯啊 那碗飯都拿不穩 我們的心會有一些的怨恨 這個就是污衛了 他是幫人 不過幫得來 是有一些不怨 有一些怨恨的 譬如教小朋友 教他數學 教完一次 懂不懂 又不懂 教第二次又不懂 第三次又不懂 那心就生氣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污衛 我們帶人去信耶穌 他不肯信 那心就怨恨了 這個人真的不行了 他信呢 我們又誇耀了 我多厲害啊 又帶他去信耶穌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帶有罪污 祈禱那時候怎樣呢 神啊求你幫我 但我心裡一直想 神都不知道幫不幫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這個人 神啊快點幫我 我現在很慘啊 但一直祈禱呢 都不知道幫不幫的 都是有點懷疑啊 就是一路祈禱呢 不是信 是一路懷疑 還有呢 在親近神的時候 感謝天父的時候 不是全心感謝 而是覺得 神都有些地方 規待我們 這些就是罪了 就是我們其實 平日任何時間 我們的好行為 都帶有罪污的 所以我們不是靠好行為得救 我不是誇耀 我們任何一個人的好行為 但是我很願意去做 當我做得不夠如命 我求主赦臉 而神是會收貨的 很特別啊 當你有個悔果的心 神是會收貨和賞致 譬如你給一杯涼水的那個人 那個小子 可能你給的時候 哎呀我自己都沒得喝 怎麼辦呢 我自己少了 為什麼呢 有時候都會有這些意念浮出來 這些都是不如味 但是神照樣會越來 當你有一個悔果的心 的時候 神會越來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 千萬不要誇耀 他說 哎呀我幾架勢啊 你看我給他一杯涼水 他快要死了 我救他 我很厲害啊 那一誇耀 神就說 你誇耀 我就會追討你在這個行為上的罪 他追討我們的罪 我們是不可以得救的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誇耀 你看我做多少好事啊 我們就說 神啊 我是一個罪人 我服侍你都是恩典 我能夠祝福人是恩典 是神給我力量 我多謝天父 求主越立我的好行為 也都赦免我所有好行為 帶有的罪污 所以一點很重要 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人自誇 我們如是他的工作 這個翻譯應該解釋做什麼 翻譯做什麼 我們原視他的創造品 神創造出來 在基督裏面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 這個很清楚 得救不是本乎 不是出於行為 是本乎恩直述信 不是靠行為 不過得救是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我用一個例子給大家 你買的手機是用來做什麼的 是不是要來看的 不是的 手機是用來打電話 還有發短訊 還有很多其他的功用 譬如你買了手機回來 那手機不懂得動的 你當然拿回去換 這個壞的 神做我們 就好像廠做的手機 廠做的手機做什麼呢 手機是會有功用的 神救我們是什麼呢 是有功用的 那個功用是什麼呢 會榮耀神 有人看到耶穌的美善 這個就是他的功用 誰不知 耶穌做了這個人 將他改造 誰不知呢 他呢 只是出怨恨 埋怨 沒有生命的改變 這樣的時候 這個產品是有問題的 就是他跟神的關係 沒有一個真實的悔改 和信靠的心 真實的悔改和信靠的心 聖靈就在他心中居住 所以當我們發覺 我裡面是沒有什麼動力親近神的 沒有什麼動力多謝神的 那我們就要學習 數算所有的恩典 多謝天父給我們生命 我們身體很多構造 很奇妙的 這麼多種消化液 這麼多種賀爾蒙 比如媽媽生了一個寶寶 那天馬上會有奶出來 是神設計的 很特別的 而那些奶是含有所有寶寶需要的營養 我們的消化液 有各樣的方法去消化不同的食物 這個是出於神的愛 和聖靈不斷感動我們出於神的愛 我們就會有感謝天父 感謝天父已經是果子了 當我們時時感謝天父 時時喜樂 已經是果子 已經是神所喜悅的 所以希望大家 不會覺得結果子很難 當你感謝神 結果子是很自然的事 所以我們很重要的明白 我們神做我們是為了叫我們行善 下面那裡 我們悔改信主就得救了 請救叫我們能夠行善 神救我們為了叫我們行善 我們得救不是靠行為的 是完全是本乎因直入信 來一個錯誤的教導 是什麼呢 信了主沒有好行為都得救 這個是錯誤的 大家千萬不要有這個信念 我總之信了我受了洗 我又回教堂了 我還有奉獻 那我一定會上天堂 不是一定的 如果這個人沒有一個感謝神的心 沒有一種 他的生命的表現 顯露出耶穌的美善 那有些人說 那我又不夠美善 總之你有改變 神已經在你生命中做功 那有些人就說 曾經有一個人這樣問我 他說考試有六十分合格 那我只六十分上天堂就可以了 這個觀念其實是很要不得的 因為他只是想緊緊去到天堂 他覺得做多些是吃虧的 心是很有問題 我希望大家 數算神的恩典 神這麼好 我就很樂意告訴別人 神這麼好 而每一次你告訴別人 神是很喜歡的 神會記錄在天上 寫下你如何榮耀神 所以就算你全福音人不信也好 你都感謝神 因為神會紀念 我希望大家都會記實 我做任何的事榮耀神 神都紀念 但是你千萬不要在這裏做的時候 我今天做了一二三四五樣 耶穌你記得賞賜我 我們不需要提耶穌的 我也都不要跨擾 我們只是說神啊 我們是無用的仆人 所做的是應份做的 好了 這裏信了主沒有好行為 都得救這個錯誤的觀念 是不對的 一定有改變的 下面那裏寫著 信了主仍要罵人 不饒恕不悔改 仍然可以得救這個錯誤的觀念 所以大家要靠差這個錯誤的 好了 右手邊 得救和重生是兩回事 要得賞事才遵從神 以前我聽過有人這樣說 他說我信耶穌就得救了 重生他就說 那天我開始不打麻將 我就重生了 其實聖經沒有這樣分開的 聖經說什麼呢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即是重生是什麼呢 整個人改變 被神去改變 如果說信耶穌沒有改變 即是沒有被耶穌改變 因為神的靈在哪裏 那裏有生命 神的靈在哪裏 這個人就開始悔改之罪 如果他沒有改變的時候 就證明他是沒有得救的 所以得救和重生 是完全同時發生的 當他一悔改信耶穌 他裏面就有一種動力 叫他尊重神的 得救和重生 這個錯誤的觀念就是兩回事 要得上次才尊重神 你不用上次 有些人說我只想得救 我不要上次 得救就行了 上天堂就行了 他以為我相信耶穌 我不改變 我不遵從 我都可以上天堂 這是錯誤的觀念 信耶穌必定會改變和遵從神 有些人有個錯誤觀念就是 得救可以不重生 他是得救信耶穌 不過他經常打麻雀 經常罵人 做很多不好的事 不過他信了耶穌 所以他是得救的 這是錯誤的觀念 有些人說 我要上次 我就可以不改過 我不用上次 終於我上到天堂就可以了 這是錯誤的觀念 凡是一個人 他真信耶穌一定有改變 有改變 他就一定有上次 好了 接著下一點就是 審判是按照行為的 聖經講道 我們剛才也看過這個經文 說不到後書五章十節 我們眾人在基督台前顯露 叫個人按照本身所行 或善或惡受報 到時我們所有行的善惡 都會在神面前攤出來 證明我們是否得救的 第二 約翰福休五章二十九節 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惡的復活定罪 就是說當我們是遵從神 愛神的時候 我們就復活得生命 作惡的人 他就復活定罪 這裡下面的圖 一邊就是全身都是罪污 你應該對比 一個罪污就是說他沒有改變 他是行惡的 然後呢 右邊就說他會傳呼音 他會憐憫人 他會建立人 他會幫助人 這些就是他生命的改變 我希望大家不要怕傳呼音 就算那個人不信 不要緊的 神會喜悅你 神會在審判的時候 跟那個人說 我的仆人有跟你傳呼音 不過你不信 但是我這個兒女 他又向你傳呼音 神就紀念那個人 向他傳呼音的 所以我們為耶穌做的 就算他不信 神都會歡喜 我們傳呼音都有智慧 不是叫你整天說 而是我們的生命 首先有這種愛人的心 關心人的心 然後呢 在適當的時候 我們分享耶穌多好 那時候呢 人是更加容易接受的 好了 人說的話 證明他能不能得永生 一起讀一下馬太十二章三十六節 我又告訴你們 凡人所說的閒話 當審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供出來 因為要憑你的話 定理為疑 也要憑你的話 定理有罪 到審判的時候 我們說的話 句句都要供出來 句句 包括你喝茶的時候 跟別人說的話 包括你私下跟別人說的話 包括我們說別人的閒話 所有的每一句話 全部都要供出來 供出來做什麼呢 憑你的話 定理為疑 即是說你的話 是祝福人的 幫助人的 鼓勵人的 那你是定理為疑 如果你的話 是傷害人的 是說謊 說人的閒話 說的話 不造就人的時候 就定理有罪 所以我們要明白 就是 原來 我們的行為和我們的說話 是證明我們有沒有神的生命的 左邊的圖 說的話 定理他是疑人 他幫助人 但是這個講閒話 就定理他為罪人 所以將來 大家說什麼說話 關於一個人 你先想清楚 我說這件事 有什麼目的呢 如果只是想唱衰人 這個就是犯罪的 但如果你同一個人討論 我們怎樣幫他 這個就不是犯罪 我們幫這個人 把心幫他 我們為他祈禱 我們怎樣的愛心引導他 這個就不是犯罪的 譬如牧師 我們都要討論某些人 他們的問題 但我們講的時候 就不是去踩他 而是想祝福他的 按財幹受責任的比喻 這個良善 有忠心的僕人 馬太25章20節那裡開始 我這裡就不讀了 就講到有五千兩銀子 和二千兩銀子 一千兩銀子 三個僕人 主人分給他們不同的錢 那五千兩銀子 就賺了五千回來 主人就說 第21節我們讀一下 主人說 好 你者有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盡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主人稱他做什麼呢 有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良善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生命是善良的 對人好的 有愛心的 關心人的 就是生命質素 第二 在忠心 他有做到應該做的事 就是良善的聖情 良善的生命 和忠心幫助人 這個很特別 你在不多的事上的忠心 因為其實 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忠心的事情 是有限度 我看了這個經文 我就有個鼓勵 就是我盡量整天都感謝神 盡量整天都榮耀神 將來耶穌見到我 都不會說你超多的事 忠心 不過耶穌可能說你多於以前 我的心就是 我希望我多於以前 那我也不是說 我現在誇耀 我只是說我想更多事上 是榮耀神的 更多事上有忠心 然後跟著呢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天堂都要管理的嗎 有可能天堂的行政 我們不知道 總之神託付得你的 是最好的 可以盡量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在天堂呢 可以享受神的快樂 天堂就是快樂的地方 所以基督徒今世 在地如在天 今世都快樂 平安有愛 天堂就是這樣的 好了 然後那一千兩銀子 就把那些錢賣藏了 他也是叫做又惡又懶的伯仁 三十節下底的那裡 我們讀那裡 反者無用的伯仁 丟在外面黑暗裡罪 那裡必要哀哭切齒 哇 這個無用的伯仁 要丟在外面黑暗 哀哭切齒 在哭 咬牙切齒 有些人有這樣的觀念 他說有天堂有地獄 還有一個叫哀哭切齒的地方 這個沒有聖經的根據 因為下面的經文有講到 待會我們會看的 就是進入為魔鬼和他使者預備的永火裡面 所以這個並不是另一個地方 而是他沒有生命的改變 他沒有去使用他的錢 那什麼叫使用他的錢呢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恩賜的 每個人有個才能 你使用來榮耀神 你能夠幫人 你就幫人 這個就是你的恩賜 你關心人 這個是你的恩賜 你就使用 你去傳呼是你的恩賜 那有些人說 我什麼恩賜都沒有 至少你可以幫手搬椅 你可以為教會做很多的事 榮耀神 你可以跟人說一下耶穌的美善 這些都是忠心的事 那我希望大家都會說 主日我懸疑 那是五千二千一千兩銀子 這個按財棍受審判的比喻 接著下一個比喻就是綿羊 山羊的比喻 那綿羊是怎樣呢 紅色那裡 他既做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這些是綿羊 就是說你做在耶穌的弟兄身上 你見到教堂有人來到 你關心他 你問候他 你了解他的情況 為他討告 跟他聊天 幫助建立關係 或者甚至去跟他探訪 請他吃午餐 跟他聊天 你就做在耶穌的弟兄身上 那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耶穌就歡喜了 所以耶穌說話不是很難做的 你見到一個人 你關心他是不是難到不得了 不是難到不得了 不過有些人有心理障礙 他說他會拒絕我 這個是心理障礙 其實我們見到人幫助他 其實他會覺得被歡迎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教堂 我還記得那個人是誰 我記得他的名字 他見到我 他就歡迎我 他笑笑口 我走的時候 他笑口說 你下個星期記得回來了 之後我就繼續回去 他很記得他當時 他對我的接納 還有當時我在教會 那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時候 他們每個都看著我 聽我說話 我覺得很特別 那個接納 是令到我有這個動力回去教會 這就是做在我的身上 又做在主耶穌身上 四五節下面 就是不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即是見到人有問題 我們又不幫他 不關心他 這樣的時候 就怎樣呢 進入永營 而那些有做在主耶穌身上 就進入永生 這個是非常美好的 還有聖經有說到 我們所有做的事都會被火試驗 火試驗就不是說你有做了多大 而是你是不是真心祝福人 有些人是這樣的 譬如帶敬拜唱師 或者做什麼事奉 他就經常想著 我要聰明一個人 之前那個沒那麼聰明 我要做得比他好 他這種心態 是一個競爭比較的心態 這樣的時候 他可能是草木和街 聖經有說到 我們每一個人的事奉 可以是金銀寶石 金銀寶石是什麼呢 我真心想幫一個人 是這麼簡單 有時候你歡迎一個人 跟他關心他 跟他聊天 為他討告 關心他 幫助他的靈命 你真心做就已經是金銀寶石 當我們為了自己的榮耀 要聰明給別人看 這樣的時候就是草木和街 所以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是金銀寶石 當然金銀寶石都有程度 當你越是毀身 越是放下自己 越是肯聽神的話 將整個生命交在神的手中 越是尊貴的好行為 到時有火試驗 看這些紅色字 就看個人的工程怎麼樣 如果存得住就要得賞賜 第15節 如果消了就要受虧損 卻要得救 這個人說得救 就是這個人真是信耶穌 不過他的行為很多時候有不良動機 這個時候他得救好像從火裡經過 這個圖 從火牆走出來 燒光 什麼都燒光 衣服都燒光 眼眉毛頭髮全部燒光 緊緊出來 我希望大家不是這樣 而是你一個真誠的心去祝福 就算奉獻也是 一個真誠的心去奉獻 神啊你這麼好 我多謝你 所以每一次你奉獻的時候 帶了一個開心的心 多謝天父你給我這麼多禮物 我很樂意去奉獻 所以你每一次奉獻 你都應該用一個討告的心 多謝天父 我奉獻這個金錢 求你越納 使用在聖功上 祝福別人 這個就是金銀寶石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願意全心去奉獻 譬如耶穌說窮寡婦 他給兩個小錢 耶穌說他所奉獻的 給那些有錢人所奉獻的更大的數目 我曾經見過有一個人奉獻 他怎樣呢 整個教堂不是收奉獻 他又不放下去 他又拿了一張支票給牧師 我親眼看著他 把那張支票交給牧師 可能他有他的原因 不過我會問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 我只是說 有可能 牧師要知道他奉獻的數目有多大 不過這樣的時候 他就透了分 在神眼中可能變成零 他可能有幾萬元放下去 但在神眼中是零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讓人知道 耶穌說你在地上有人知道 天上就不用知道了 這裏就講到試驗了 有些人金銀寶世 這間金屋 金是燒不爛的 但草屋一燒就沒有了 希望我們都願意給神使用 因為我們將來每一個人的行為 都要被火試驗的 還有我們會給全世界看的 那麽多前書四章九節 我們一起讀 我想神把我們仕途明明列在末後 普將定死罪的囚犯 因為我們成了一台氣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這裏講到仕途怎樣呢 他是給一台氣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看他們的生命行為 給全世界的人 給世人和天使 那沒理由說 十二師徒完了 那其他不用了 師徒講到他需要這樣做 我覺得我們基督徒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有個屋頂 我們總是想著我們現在做的事 譬如在崇拜也是會的 有時有些人會 不太認真聽到 聽了就覺得我都做不到的了 和我無關 那我也覺得 屋頂是封住的 但你可以想像審判的時候怎樣呢 你發現屋頂沒有了 又到處坐了什麽人 全世界的人和天使 看著我們每一個人的行為 我們成了一台氣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每一個人 神會看你的行為 你這間屋 好像有屋頂 但到審判的時候 是沒有了屋頂 全世界的人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做每一件事的時候 你都想著 神看著的 你怎麽樣對 一些軟弱的人 你弟妹 有些比較困難 軟弱的人 智力不高的人 你怎麽樣態度對他 全世界都會看到的 我希望大家 有這個真誠的心 神是我願意 我願意真是 真心的 真心做神你所喜悅的事 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我們的罪 信耶穌之後 會不會供出來呢 這個問題 在我心中始終是一個 我不肯定 因為我要這樣說 聖經有說肯定的 我肯定 聖經沒有說肯定 我不肯定 聖經有說到 希巴雷書八章十二節 不再紀念他們的罪獻 不再紀念 以賽書四十三章二十五節 我亦都不紀念你們的罪惡 不過馬太十二章三十六、三十七節 就說 每個人所說的閒話 句句要供出來 那到底要供還是不再紀念呢 就是信主之後你的行為 曾經傷害人 曾經有過的淫念 曾經如何得罪人 曾經如何不忠心 在婚姻上不忠心 或者其他事的不忠心 到底要不需要供出來 要不再紀念呢 聖經兩日都有說 到底是怎樣呢 是不是講完然後才不再紀念呢 以後不再紀念呢 我不知道 我只是說聖經兩日都有說 但是呢 我們做的時候應該怎樣想呢 我所做的行為 可能有一天要供出來的 所以我小心我的行為 我以往有做錯 求神你赦臉 求神你遮蓋 我真的有很多錯的地方 求你赦臉 我知道我是一個罪人 我以後求主幫我 我真的做的都是榮耀神的 這個心態就好了 我總是想榮耀神 我由不完美求耶穌赦臉 而活在罪中是不能承受神的國 聖經又清楚地說到 活在罪中不能承受神的國 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節那裡說到 有些人奉耶穌的命 全道趕鬼行二能 但是耶穌說我從來不認識你 即是有些人做事奉 曾經有一個牧師 他退休了不回教堂 那些人問他 牧師為何你不回教堂 他說我回了幾十年了 現在我退休不回了 到底他回教堂是上班 還是他真的敬拜神呢 這個就是有時人全都可以有一個 跟神的關係 並不是有一個真實的關係 所以我們做什麼 我們都是說我們真實愛主 還有聖經有說到 不搖恕人的過範 天父都不搖恕 天父都不搖恕去哪裡呢 是去地獄的 大家有沒有不搖恕的人呢 如果誰還在生氣 你快點搖恕他 求主祝福他 雖然他不好是他的責任 我祝福他 我搖恕他 我不要將他的罪拿在身上 他有罪 我不要紀念 我只是搖恕 但是我們要處理他的罪 即是怎樣跟他相處 怎樣處理是需要的 聖經有說到 這裡有說到不同的罪 淫亂的伴偶像奸淫作戀童 親藍色偷竊 貪藍醉酒 辱麻勒索 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聖經有清楚地說到 意思是什麼呢 犯了些罪不肯悔改 犯了些罪不肯悔改 是可以不能承受神的國 《教徒提書》5章19節 講到情慾的事 這些事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有時候也會有 奸淫污衛邪蕩伴偶像 紅色那些字 仇恨 憎敬 忌恨 怒怒 有沒有生氣人呢 結黨 紛爭 嫉妒 有沒有嫉妒人呢 醉酒 謊宴 下面有說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意思是什麼呢 沒有悔改是不能承受神的國 沒有悔改的話 土神喜悅是不難的 只要你真心悔改 神就歡喜了 真心相信 神就歡喜 真心遵從他又歡喜 真心侍奉又歡喜 其實不難的 只要你真心 希望我們大家都是真心 我們怎麼改呢 就是深信罪一定有破壞性 求主赦免 祂一定赦免的 一定洗淨我們的罪 而我們一定是悔改 結出果子 如果不是就好像 樹枝沒有果子 就斬了下來 丟在火裡 我們就深信 如果以為是信主之後 怎樣行為都是得救呢 這個是錯的 我們要離開這個教導 而真信主的果子會有什麼呢 悔改信靠 悔改離罪 信靠耶穌 親近祂 愛祂 遵從祂 侍奉祂 不是很難的 繼續悔改耶穌 求你赦免我罪 我信靠耶穌做我救主 每天都是這樣認罪 第二 親近神 看聖經祈禱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因為這樣才有力 又愛神 神這麼好我愛祂 由耶穌吩咐 我就遵從愛神愛人 侍奉神 我榮耀神 神就喜悅 神就會賞賜了 親近神 和賞賜 遵從侍奉神的人 是必定得到神的賞賜的 如果耶穌今天回來 你準備好沒有呢 你的行為是怎樣呢 求主幫助我們 不是做一個又惡又懶的仆人 如果是的時候 你立刻求主赦免 求主洗淨我的罪 求主救我的靈魂 求主幫我去榮耀神 看到弟兄姊妹都關心 不要回教堂 不常呢 得個坐字 坐完就失蹤了 而是呢 我們都認識一下周圍的弟兄姊妹 關心他們 跟他們認識一下 去為他們討告 也都在你的鄰居 你周圍的人 都榮耀神 在家裡榮耀神 就是生命有平安喜樂 你所做的事都是榮耀神的 求主祝福大家 現在我會唱這首詩歌 如果主耶穌今天接我的靈魂 我會彈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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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神 多謝érer神 暗示弃缘再去到 我敢奉献 全身全受 听着命令行祈祷 高伤美性 何迹归父 我能与自己人传 美领日日 来归耶稣 献 何迹归父 再唱父歌 高伤美性 何迹归父 我能与自己人传 美领日日 来归耶稣 献 何迹归父 我们一起祈祷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多谢天父请求我们 我们感谢你的救恩 我们很多谢你请求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有真心悔改的心 真心信靠耶稣做我们的救主 当我们真心悔改信耶稣必定有生命的改变 求主帮助我们悔改 我们怎样得罪人 怎样伤害人 讲人的闲话 求主赦免 求主帮助我们开始更多去祝福人 更多去荣耀神 我们越多亲近神 生命就会越大的改变 求主帮助我们 放下烦恼重担 放下罪担 感激耶稣的大恩 自然 我们就会有更多生命的表现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 更加爱你 更加亲近你 遵从你 从你得力 我们亲近神 就必定有力量 多祈祷 多看圣经 思想神的尾线 自然会有改变的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来到奉主耶稣的圣明 阿们 主祝福大家 真是 结出果子与蒙照的恩相情 好 请坐 千万不要做 行难不结果子 以至是不得够的 而是真的有生命的果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